邁入第十二屆的花蓮縣長輩原住民傳統弓箭比賽 十一號在英語綿綿的德心大草坪展開 競賽組別分成社會男子社會女子 國中與國小組進行 來自全縣各部落 五百多位的國中小學生 以及射箭好手同台競技 吉安鄉同目聯誼會 也派出了十多位同目的選手陣容 同目聯誼會 大會規定由選手自備弓與劍 同時必須以議題成型的傳統木工或足工參賽 禁止以工業制裁做加工 也不可加裝瞄準器或使用合成式工具 相較於正式比賽如試運、亞運的射箭項目 傳統工不僅更有原名文化特色 射箭難度也比較高 不過小朋友是一個個信心十足 比賽有沒有信心 有 準備了多久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穿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 拉起比自己高出半個升高的傳統工 架勢十足 特地來現場加油的家長們 也樂見孩子學習參與傳統文化 有沒有教你什麼 射準的訣竅 專心啊 不要奮心 不要奮心 那你覺得射箭好不好 好玩啊 為什麼 享受到樂趣啊 他們從小就會教他們射箭 狩獵這樣子做陷阱 不會學壞 而且他們會知道保留自己的文化 競賽過程中 華連漸漸飄起小雨 但帶隊老師說 這樣的雨勢 並不會影響孩子們的熱情與成績 今天有點飄雨 同學們有些信心 那他們應該很有信心 因為這陣子的天氣都不好 他們都是在雨天練習 今年射箭競賽的拔子 也發揮巧思 首次畫上一隻彩色山豬 並依照不同身體部位設計分數 非常符合獵人傳統智慧 記者綜合報導